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同时欢迎戴卫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戴卫老师您好 Krisa好 大家好 是的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 又是以乌克兰为主了 因为乌克兰危机从去年11月开始爆发以来 局势一度的非常非常的紧张 这里面有着大国的尊严 小国的生存 全部都捆绑到了一起 各方似乎目前为止是被逼到了墙角 无路可退 但是本周似乎局势有些缓和了 一触即发的恶乌战争不打了吗 美国的拱火前功尽弃了吗 诺曼底模式的四方回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今天我们要和戴卫老师一起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一起来转到今天为止目前为止的最新消息 那1月26号的时候呢 在法国巴黎这几方一起举行了八小时的会谈 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诺曼底模式的四方会谈 那么会谈之后呢 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公会谈后开了一个这个新闻公报 在新闻公报中基本表示出了他这次会谈谈了什么 有哪些成果 我们首先来看看他有哪些成果 首先的确定了俄乌双方要以明斯克协议变成诺曼底模式会谈的基础 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减少双方的分歧 那即使有分歧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不要开战 要无条件的尊重停火协议 那同时呢 要加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第三方的联络小组和工作会议 那不断的推进明斯克协议实施的重要性 同时在两周之后还会在柏林再次举行会晤 在这场会谈结束之后呢 俄罗斯的首席谈判代表科扎克就说了一下 他觉得这次会谈谈的怎么样 他说尽管这次会谈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他也很开诚不公 大家谈到了所有的问题 但是同时他也表示 这次会谈虽然确保了俄乌之间无条件的会遵守停火的协议 但是呢很多关于乌克兰有关的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 那法国总统府的代表就很开心 他说俄罗斯居然同意回归诺曼底模式的四方会谈 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而且法国希望乌克兰的危机能够降温 说到诺曼底模式到底这个模式是什么 那这个模式之下的会谈又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模式呢就是当年为了解决乌克兰和这个顿巴斯地区的一个战火 那为了停止战火而去举行的四方安全会谈 就是诺曼底四方会谈了 那这个会谈上呢也谈成了停火协议 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这个会谈当时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和现在的诺曼底四方会谈又有什么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看在整个的乌克兰的这个地区当中 他其实的民族矛盾一直以来是这个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虽然他地方不大 但是他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 想想中国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 那他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 那其中乌克兰民族呢占据了整个地区的百分之七十七左右 那基本上呢他是在乌克兰的中西部左右 那俄罗斯呢他是大约是占百分之十七左右 他是占到东南部左右 所以在乌克兰内部呢 清俄方和清美方呢 通常经常会产生一些这样的一个争动 那么随着1991年的苏联解体 乌克兰说哎我宣布独立了 那一直呢乌克兰都在清美和清俄之间 在不断的在摇摆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呢 也让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以及美国当中的一个棋子 那为什么他成为棋子呢 我们来看这幅图 这幅图很好地说明了俄罗斯和欧洲的整个的地缘政治关系 也是因为这样的地缘关系赋予了乌克兰成为棋子的这样的因素 那整个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横跨着一条狭长的地带 这堂地带呢 从前面的波罗的海再到白俄罗斯再到乌克兰 那美国呢看准了这一个地缘优势通过这一条地缘优势呢 美国利用这边来担心苏联未来再去扩张苏联复活 同时也要削弱俄罗斯如今的大国地位 那美国在这一地带呢一直以来下足了功夫 同时对于西欧还有俄罗斯来说 这个地带呢都算是双方的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是一个安全屏障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地方的战略前沿的位置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早年间俄罗斯就被忽悠失去了 我们看到这幅底图上的最北面 那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波罗的海三小国 俄罗斯被忽悠 然后加入了北约 如今现在轮到了乌克兰 俄罗斯呢吃一切 长一智 所以绝对不能再次的丢掉乌克兰 那么随着乌克兰的独立 他的政权开始更迭 那么在2014年底的时候 亲俄的总统被迫去免除了他的职务 那接下来引发的就是乌克兰的一场内乱了 那其中有两个地方发生了重大变故 我们再来看上一幅图 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克里米亚 绿色的地方发生了危机 还有红色的地方呢是顿巴斯地区发生了战争 那克里米亚我们看到 他单单的是一个南面的一个这个小岛 那这个半岛呢 其实大多数都是俄罗斯足地的 他是占非常多数的 所以这里的人呢 通常是更倾向于俄罗斯 那么在2014年3月的时候呢 他正式脱离了乌克兰的领导 此时的他的外部势力呢 也开始渐渐的走进到了乌克兰 外部势力是谁呢 和今天很像 依然是美国 当时美国的宣布说 我援助乌克兰10亿美元 我派遣军舰进行黑海加入演习 那派遣军机到这个立陶宛波兰 那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俄罗斯同一天呢 就派遣了这个兵力 同时呢 还开开着这个军车 进入到克里米亚 那后来呢 克里米亚议会呢 就以多数票同意的结果 决定了克里米亚独立 那最后呢 再到几个月的时候呢 有96%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 加入俄罗斯就此呢 克里米亚重归了俄罗斯的怀抱 那克里米亚归到了俄罗斯的怀抱 接下来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很多亲俄的地区就开始取行独立的公投 也想独立 那其中有两个地区 一个就是敦捷兹克州 还有就是卢干斯克州 他们就举行了公投 支持独立的选票呢 也是非常高的 随后呢 那个红色的那两个州呢 就宣布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 那基辅肯定很坐立不安 因为大家都变成主权国家了 乌克兰就不存在了 于是乌克兰政府呢 就开始调动全国的安全力量 进入这个红色的地区 去进行一个围剿行动 围剿亲俄的武装人员 接下来这就是顿巴斯战争的爆发了 顿巴斯战争爆发之后呢 一直打了9个月之多 一直都没有结果 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 乌克兰 法国 德国 同样是这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举行了诺曼底四方安全会谈 达成了停火协议 那顿巴斯地区呢 同意实施高度自治 那乌克兰呢 也从宪法上开始认可顿巴斯地区的自治地位 如今的乌克兰局势呢 无论是从外部势力的支持 还是俄罗斯的态度 甚至包括此次的诺曼底会谈 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们看到2015年通过诺曼底会谈 乌克兰的局势维持了当初的稳定 该自治的自治 该归到乌克兰的又归到了乌克兰 那如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 还能够洽谈成功吗 好的 戴戴老师 我们看到2015年的诺曼底四方安全会谈 使得整个的顿巴斯地区开始停火 这次又是诺曼底的四方会谈 您觉得这次的效果怎么样 当然来看这次在巴黎开的会议 实际上令人有一点稍稍关注一下 是与会人员的级别太低 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 不是第一线的这些像什么总统 或者是什么部长之类的 都只是一个顾问级别的 所以这次会谈实际上可以算是 至少是一个释放出一种讯号 是要用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级别低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有讲 在乌克兰这个乌东地区 实际上虽然在2014年 这个虽然有克里米亚病吞事件之后 在这个地区也有所谓的顿巴斯战争 这个当然到整体来讲 到现在已经快7年了 有14000人在战争当中死亡 所以虽然当时是谈了说大家 我们要停火我们要怎么样 但是零星的战斗没有停过 那更是有数十万人的无家可归 实际上所以来讲 我们现在还庆幸的一点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还好大家虽然是大军压阵互相对垒 但是还没开火 所以现在如果进入河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 对另外我们看到今年1月份开始 俄罗斯就分别跟美国还有北约 还有欧安组织进行会谈 结果是给我们的答复像鸡同压奖 俄罗斯想要的没有拿到 美国又有自己这套说法 可是这次俄罗斯四方安全会谈 美方北约欧盟谈不下来的问题 交给了德国和法国 您觉得为什么会给到这两个国家 当然回头来看 如果就地理位置来看 实际上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欧洲都已经跟苏联在买天然气 能源是欧洲最欠缺的东西 欧洲本身不出天然气也不出石油 所以对能源的需求一直以来 是有迫切性的 所以在哪怕是美苏冷战时代 美国跟苏联非常的紧张 但欧洲还是有一点半公开的 跟苏联买天然气跟石油 好 现在一直以来 尤其在苏联瓦解之后 俄罗斯70%的国家收入 是来自石油跟天然气 这两个最重要的能源出口 当然欧洲是大客户 因为在天然气管油管的当中 有大量的管线 把这些天然气跟石油卖给欧洲 在欧洲最大的客户是德国跟法国 所以在经济角度来看 欧洲能源40%是来自俄罗斯 所以他们之间应该从某种角度来看 是老顾客大家关系是非常的紧密 当然在地缘政治上 可能意识形态上他们不一样 但是站在未来能源的供应上 我觉得德国法国说话的时候 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卖个账 因为毕竟来讲 美国是不会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跟石油 所以你看现在来讲北约跟美国都递了书面 到给俄罗斯 看起来好像有点征兆 你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 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到了 除了这次的四方安全会谈 其实给出来说我们接下来要停火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信号 也是说这次会谈是有效果的 其实在这次会谈的时候 在26号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 俄罗斯想要的书面保证终于有了 但是有了这个保证似乎和俄罗斯想要的 又完全是背离的 这个就有一几点 首先俄罗斯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俄罗斯之前就说得很清楚 我第一我要北约不东扩 第二北约不可以将以前的前苏联的这些成员国纳入其中 还有一点就是不可以将武器放在这些国家当中 这三点这次给出的书面警告居然都没有 而且美国和北约还要求俄罗斯不可以将他们提供的书片内容 向公众去铺帮出来 所以这点就看出来 美国可能在书面报告中提携了一些不能被大家所知道的内容 同时俄罗斯其实在会后也给出大家一个反馈 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说 说美国这是要全面的开火吗 因为我们要求的东西在书面保证中完全没有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包括舍曼 他还把中国拉来进来 他说普京可能他当时不是说说普京可能在年末开火 又变成在今年一月份开火 这次是普京可能会在二月份开火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是北京的冬奥要举行了 如果开火的话会和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搞不好 俄罗斯中国的外交部长第一时间给了反馈 说是美国这是在散布谣言 这是非常卑劣的手段 怎么能把中俄关系又搅入到乌克兰的局势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似乎并没有诚心去真正的解决 好像有点在应付他了 在应付他 在通过谣言来给他压力 所以说这次书面警告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你说俄罗斯想要的是十分的影响 可能这次只有一只有二 但是也提醒了我们一点 就是目前为止 还是有双方和平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招待的 是的 好的 我们上进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看到底目前为止 这些国家在俄罗斯的动作有哪一些 又会对未来的局势产生哪方面的影响 一会见 三三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历史未必会重复 但是历史的韵律有的时候会重现 比如说这次的诺曼底四方安全会谈 其实围绕着乌克兰危机 西方体系和俄罗斯之间有着多层次的博弈 但是效果如何呢 目前的局势又会引起乌克兰的内战吗 戴卫老师 您觉得现在的局势会引起乌克兰的内战吗 内战的前提是要持续的进行 最重要后面要有源源不绝的资源 在后面供应 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许多内战 实际上是一种所谓代理人战争 后面实际上都有大国的身影 这次乌克兰的内战实际上看得出来 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因为最重要 美国跟俄国如果在现在的谈判上面 找到了共识 他们就不会在乌克兰打这场代理人战争 对美国跟俄罗斯来讲 在后面撑腰是要掏钞票的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发生内战的概率不高 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几方会谈 基本上是乌克兰的身影很少见 特别是在前三次会谈当中 乌克兰作为一个主要方 但是由于他的整个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手中没有话语权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四方开始进行演绎 我们看看目前为止到底四方在乌克兰都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目前为止是一手带领着北约和俄罗斯谈判 一手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军事的部署 我们看看目前美国在乌克兰运送的武器将近有250吨左右 21号的时候他运送了90吨的武器 23号80吨 26号79吨 三次在乌克兰运送武器 同时美国还说了说我们有8500名的美军 现在在高度戒备的状态 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会部署到欧洲 可是部署到欧洲哪儿呢 他也没说 到底是海军和陆军 他也没说 同时我们看到在23号的时候 美方也做好了准备 让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员进行撤离 同时对乌克兰进行旅行警告 告诉大家不要去乌克兰旅游了 同时要撤离大使馆的相关人员以及家属 同时美国也说了说 要在国防部宣布要开始代号海王星 打击22的海上军事演习 跟随美国的还有英国 英国现在目前为止在乌克兰 也是帮助乌克兰提供武器 17号的时候已经交付了第一批的反坦克装备 24号的时候 英国和美国一样 号召公民不要去前往乌克兰了 同时撤离了大使馆的人员以及家属 目前为止 俄罗斯除了在乌克兰边境的12万大军的布局 同时俄罗斯也宣布 未来即将举行的就是海上军事演习 将会在大西洋北极太平洋地中海举行全方位的海上演习 那俄罗斯也将会派遣60架飞机 140多艘军舰以及1万多名士兵去进行 那同时还有就是北约了 北约呢 号召爱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这些小国 以及在波兰部署了4000多名士兵 同时呢 还有坦克防空情报 侦察部队的支持 同时呢 北约还说 盟友们欢迎大家都向这个乌克兰来提供一些军队的支持 那其中他就提到了说 德国你也要提供一些 那德国拒绝武器的提供 那同时北约又说了 那你拒绝提供的话 那可不可以让爱沙尼亚把你买的兵器 给到乌克兰 那同时呢 德国也是拒绝的 那26号的时候呢 他也发布了消息 德国说可以啊 我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军用的头盔的物资资源 那同时呢 乌克兰表示非常的不满 他说你德国提供这个5000项头盔 还不如提供我一些枕头来的合适呢 戴卫老师我们看到 德国和北约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完全是不同的步调 您觉得为什么 他们和北约走的是不一样的方向呢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北约当初成立啊 实际上是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美国为了让它的影响力啊 再一次进入欧洲 在二战之后呢 虽然用马歇尔计划呢 经济来振兴欧洲之外 同时发起了北约 那对付当时的所谓苏联共产主义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欧洲的各国做了一个整合 实际上当然呢 这个所谓整合北约的动作 当时最高纪录美军啊 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 在欧洲啊 大概有50万的驻军 还有核武器啊 大量的放在英国啊 什么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 这些欧洲国家实际上经过二战的蹂躏啊 他们都担心战争再次发生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紧张 好 好不容易苏联瓦解了 美苏冷战休兵了 现在呢 美国似乎又希望在这种欧洲啊 再次的制造地缘政治上的紧张 你想想看 如果在乌克兰边界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 欧洲能够不被战火波及吗 那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德国法国这次啊 打死不从啊 不遵守美国导演的指挥啊 去参与对付俄罗斯的事情 实际上刚刚我们有讲 除了经济的利益 天然气能源之外 最重要是避免战火在欧洲再次蔓延 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呢 也发了一个公告 接受美国背后的目的 他这样说 他说俄外交部队 目前局势有一个总结 他说西方正在对俄罗斯 发动一场语言独化战争 这个语言独化战争 就是每天重复一遍 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了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这个就是回头看 看历史就像当年美术冷战一样 他制造一种假想敌的概念 实际上美国现在也希望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制造一个第二次冷战 又把俄罗斯形容像一个 非常邪恶的恐怖的对手 我们这边必须要团结 所以他不断的在酝酿 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 所以这个普京来讲压力很大 虽然所以他现在死按兵不动 最重要关键他不能跳入美国的陷阱 但是美国实际上现在面临巨大的问题是 今年就国会大选了对不对 全面要改选 这个在外交事务上 他一定也不能丢人 不能失分 所以要守住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在从头到尾看得出来 拜登在整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态度上 他过度的软弱 他少了那种所谓军人出身的总统 都比较彪悍 将年肯尼迪古巴飞弹危机 对不对 你不退我就跟你拼了 那当然我觉得拜登是外交出身 他大概火候没有那种思维 他不过就想说我吓吓你 吓吓你 就没想到对方比达还凶之后 他软了 他蔫了认怂了 所以美国不敢打 对我觉得美国不敢打 是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部门 给出了一幅图 这幅图已经说明了 到底俄罗斯要怎么对付乌克兰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是 俄罗斯将会从四个方向来攻打乌克兰 首先我们看到是俄罗斯在白俄的方向 还有在从东面进攻 以及顿巴斯地区进攻 还有克里米亚进攻 看到这幅图之后 您觉得如果真的俄乌之间发生战争的话 到底乌克兰会怎样 那北约和美国的态度又会怎样 不要说远 2014克里米亚入侵事件 实际上当然以俄国的力量进入克里米亚 从乌克兰的手上拿回了 他认为原来属于他的克里米亚 北约在哪里 美国在哪里 通通没吭声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因为战略地位 总统原因 所以在2014年大家都装傻没看见 那如果这次就算万一有战争 那实际上对整个地区来讲 那一定不稳定 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忽略 今天实际上最大的问题 乌克兰就像一个泥沼一样 谁进去打仗 谁陷在里面 俄罗斯也知道 对不对 美国也知道 所以美国到现在从来都说 我要派兵 还没出 一个都没出 就代表这件事情 发生战争的概率不高 但是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如果美国继续在这种地区 制造这种紧张 不断的挑衅 北约东扩如何又如何的话 我觉得还有可能下次还会再次发生 好的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大国角力 大国来写剧本当导演 小国做得好就是一个好的棋子 做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弃子 今天节目的最后 同时我们也即将迎来 虎年新春佳节 我们春节到了 在这里我和戴卫老师也祝大家 虎年大吉 虎虎生威 同时我们明天我们33台 还会陪大家一起过春节 对 那除夕夜 我们有三天世界观的特别节目 是 同时还有我们虎年的 为大家准备的少儿春晚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好的 那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咯 明年见 拜拜